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9月26号星期二 很多媒体说什么美国要软着陆 但是看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不这么认为 鲍威尔他现在也有点担心 担心美国要经济衰退 然后在上周三美联储会议之后 开记者交代会 现在发布会上 当时就有记者问鲍威尔 就是说你认为 就是说未来有哪些可能影响了美国经济的外部因素的时候 鲍威尔提到了四个 就是说美国经济现在面临四场的超级风暴 哪四个 就是一个就是美国政府停摆 另外一个就是说汽车工程罢工 还有学生贷款的恢复长付 还有油价上涨 怎么影响呢 首先来讲政府关门 现在是9月26号 9月30号是美国2023财年的最后一天 美国国会需要在9月30号之前通过预算的不还法案 如果不行的话政府就停摆 现在看起来闹得不可开交 现在基本上看来从众议院想通过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因为众议院现在风筝特别多 这次中心选举 川普他们这边上来了一堆的极右翼 没法谈 跟以前那种共和党的建设派不一样 共和党建设派跟民主党还能谈一谈 现在上来的有二三十个 把极右翼完全没法谈 所以想在众议院过关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当然现在参议院 因为参议院现在 参议院它是每六年一选 所以每隔两年它换三分之一的人 所以参议院现在进来的那种疯子还不是特别多 当然有可能 现在参议院想要 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想要跟民主党 先通过一个临时的法案 让他能够坚持到 就是说12月份 11月底 12月初 能再坚持两个月 不是马上就限制停摆 但是这个能不能成 还不知道 但是这个就算成的话 共和党人肯定有他的要求 他要 就是说我不可能 就是说随便想去妥协 我妥协的话 你得搭用点东西 民主党能不能妥协 因为这妥协的艺术 说什么都要妥协 不好说 那么最快有可能10月份就关门 那么慢的话 有可能能考到12月份的 再关门 但是就目前看起来 探讨的不是关门不关门的问题 是什么时候 是早晚的问题 你懂吗 因为你最终还得要到到众议院去 而现在众议院你摆不平 你知道吗 所以最后就是说 反正下个月不关门 估计再过仨月也得关门 你知道吗 就大体上这么个意思 政府只要一停摆之后 10万联邦政府雇员 就放的无薪价 没有收入 然后政府雇员 会在停摆期间减少开支 政府也会减少购买商品和服务 那对美国经济就会有巨大的影响 三大评计机构 现在有两个 已经下调了美国的信用等级 最后一个就目的了 目的现在也警告成 说美国政府停摆 将给美国的信用状态 大家复免影响 那实际上什么意思 就是目的就告诉你 你不要再胡搞 你再换下去 我也只能下调了信用等级的 如果世界三大信用机构 都下调美国的信用等级的话 对美国的信用是巨大的伤害 会影响美国国债的丰盘面 都会有影响 而且现在美国国债本来就有问题 因为现在很多人预计 美国未来肯定要进入一个 什么降息周期 那最后国债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然后再来看 这是第一个 就政府关门 但政府关门这事还不好说 这个事有可能拖到12月份才关门 或者甚至有可能拖到明年1月份 这都有可能能拖个三个月四个月的 但是这个只要关门的话 估计再想开都不好开 因为共产党的众议院之后 现在丰盘太多 众议院这帮人提出来的条件 民众党根本就没法谈 没法接受 所以有可能会陷入一个 比较长期的一个停满 但是这还不是一个破点眉睫 因为这个可能会拖一下 大家看就是说 现在破点眉睫什么 汽车工人大罢工 这个现在已经一周了 现在已经进入第二周了 当时我说拜登最好是 两个星期之内解决 如果两个星期之内不解决的话 问题就比较麻烦 现在已经第二个星期了 现在拜登据说要去 拜登如果去了的话 就是美国有史以来 第一次美国现任总统 直接去跟工会和工人去面谈 就成为第一个 但是每晚压力太大了 我也说压力非常非常的大 那么是9月15号开始罢工了 已经一周 现在进入第二周了 上周五汽车工人联合的主席 上次说罢工范围将扩大到通用汽车 和克莱斯特他们在美国 20个州的38个零部件的配送中心 上周的时候我也说了 就是说到上周结束 第一周结束的时候 好像通用裁了2000多人 福特裁了500多 多代裁人 就是表示场上异常的坚决和坚定 就是我既然裁人 就是说我已经做好准备 来面对你长期罢工的准备了 我认为你不会短期结束的 就是场上的这种坚持性 当然总统的压力也很大 这里面也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其实2020年的川普输了之后 当时有工人想要罢工 但是工会是一面倒倒都站在民主党这边了 是非常支持拜登这边的 工会一般的跟民党关系比较好 这样的话 就是民主党是这次能够执政 能够当权 欠了工会一个巨大的人情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拜登不好向工会去施压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工人 有可能就要失业 因为他配奔中心不是全部要罢工 导致他山上游是供应商 不是他直接的 是供应商的工人 可能也会失去工作 高盛现在最新数据 说罢工每持续一个星期的 那么年化的经济增长率会减少 0.05%到0.1个百分点 这个非常恐怖了 你懂不懂 原先我们认为是每10天会降这些 他现在已经认为一周就要这样子 对不对 我要说如果是10天的话 实际上就两个星期 因为两个星期是10个工作日 对不对 我原先认为就是说每两周会有这么大的伤害 现在高盛数据认为一周就会有这么大的伤害 这个东西反正现在已经进入第二周了 拜登最好是在周末之前解决 当然这周他可能就会过去去跟工会 跟工人谈 到底能谈成什么样 我们不知道 反正汽车工人大罢工 如果持续上去的话 汽车的价格也会上涨 因为汽车就会变少 数量变少 价格就会上涨 汽车价格上涨的话 其实对美国人来讲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美国它是一个汽车上涨国家 汽油价格上涨 汽车价格上涨的话 对美国经济伤害是非常巨大的 美国对这种东西非常非常的敏感 但跟一般的国家还不一样 你知道吗 这是第二个 然后看第三个 第三个是学生贷款 学生贷款将开始恢复长付了 应该是从10月1号 现在26号 也就是10月1号 10月1号开始恢复联邦学生贷款的支付 这是自2020年3月疫情以来 这是第一次开始恢复 2020年3月疫情之后就暂停了 现在停了也差不多有三年 三年都多了 到23年时也停了三年半了 停了三年半的时间 停止长付以来 这是首次开始的偿还贷款 疫情期间 大家不用还 不用还的话 就把钱花在什么电视旅游购物上了 富国银行估计 未来一年 重新开始支付学生贷款的话 会从整个美国人的口袋里 掏走大约的1000亿美元 我今天看到一个数据 我不知道准确不准确 就是说美国人 现在美国媒体外部不天天说 说中国完蛋了 中国房地产要崩溃 说中国房地产有大量的贷款 很多人不都是贷款买的房吗 说中国房地产 整个贷款就完蛋了 对不对 然后今天看到一个数据 有人跟我说一个数据 我不知道真假 我后来我去查一下 但是咱先说一下 今天听说 说美国的学生贷款额 有一点几万亿 不到两万亿 一万多亿 好像是1.8万亿 不到两万亿的总额 跟中国全国房地产贷款总额 基本上是持平的 懂吗 就是说对中国老百姓 是欠了银行这么多钱 你美国学生也欠了这么多钱 你懂不懂 中国学生可没欠了政府这么多钱 对不对 中国学生有几个欠政府钱的 对不对 对问题在这 就为什么拜登说 要把这学生贷款全部减免 就在这了 你知道吗 但问题在这 如果你拜登能够把 所有的学生的贷款全部减免 那我中国能不能把 我所有房地产的贷款全部减免 你拜登说 我为了经济好 我把所有学生贷款全部减免 那我中国说 妈了我也为了经济好 我把所有买房的贷款全部减免 在俩的数量是一样的 那行吗 那问题不就在这了吗 对不对 就是你可以胡搞 他能胡搞吗 他不能胡搞 对不对 这问题 所以说 当然这个数字准确不准确 我不知道 仅供参考 后来我再查一下 我今天刚看 我还没有查 反正咱就说 哪怕数量不那么一样 有人高点 有人低点 但是你这边也不少 他那边也不少 对不对 那你能减免 妈了 我不能减免 是吧 我这边有这些 我经济就崩溃了 你这边有这么多欠款 你经济就不崩溃 你不讲道理吗 对不对 是说这意思吗 这数量太严重了 对不对 接着说 他说未来一年 只要重新开始支付 学生贷款 就会从所有美国人口袋里 掏走大约1000亿美元 1000亿美元的收入 那这些收入 本来是可以在经济里边 去运转的 那这进不去了 对不对 瑞银分析是说 说什么Target Nike 安泽马 还有什么Walmart 汇收到很大的冲击 为什么呢 因为像这些品牌和厂商 他们的客户当中 欠学生贷款的借款人 实际上比例特别高 这些人都是什么 都会买 Walmart Nike Target 都是这些 所以会导致 零售和消费者支出下滑 这是肯定的 对不对 这是一个 第四个 就是油价飙升了 之前我也说到了 我都看这意思 随时可能过100 全球油价 美国劳工部的数据 8月份 全美国汽油价格 环比飙升了10.6% 为2022年6月以来 最大的单元涨幅 能源成本上升 消减外出就餐 旅游 购买节日 礼物 其他消费的预算 而且会影响制造运输的价格 而且上个月 由于能源价格上涨 导致整个美国机票价格上涨5% 这样连出行都会减少 连坐飞机都会减少 你懂这意思吗 那好 那这就是美联储主席鲍尔说的 现在美国经济面临的四场的超级风暴 这四个东西都会对经济有伤害 而最重要的一点将是什么 就是鲍尔手里能用的东西不多了 子弹快打光了 没有什么工具了 好吧 那这期先讲到这里吧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